你也想自己在家煮出好吃的意大利面吗 有餐厅业者推出了四种口味的酱料包 还有加热就能食用的意大利面条跟笔管面 让你在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煮出好吃的料理 四大包的酱料包颜色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里面包含了白酱、青酱、红酱跟重咖哩口味 餐厅业者推出了相当平价的意大利面酱料包 让你在家就能自己煮 疫情期间这两三个月我们研发的有海鲜白酱 还有茄子肉酱 还有青酱 青酱就是像九层塔口味的 另外还有像咖哩 重咖哩口味 你也可以炒咖哩酱的意大利面 或者是炖饭、烩饭都可以 妈妈们只要买这个回去退冰 然后就是很简单的爆炒 像我们会准备家里会有的洋葱或是蒜头 稍微爆炒一下 然后再加上你喜欢吃的肉片 譬如说猪肉、牛肉 或者是你要炒青菜也可以 香菇这些去爆炒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酱包退冰之后直接倒下去 然后再加上面爆炒 这是一盘非常好吃的意大利面了 买回家之后搅解冻 然后再和自己喜欢的食材 拌炒在一起 一大盘香喷喷的意大利面就上桌了 你也可以把重咖哩酱料包拿来煮火锅 最棒的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火锅 我们就可以把它煮成咖哩锅 那咖哩锅你就可以下很多火锅料 比如说像丸子啊 咖哩丸子啊 肉片啊都非常好吃 你可以把它就是 其实你一包500公克 大概就可以煮大概两人份 那你如果一次买两包的话 就是可以煮一大锅这样子 一家四个人一起享用这样子 夜九知道疫情期间 民众在家自己煮的几率增加了 因此推出美味又方便的酱料包 还有可以另外选购的面条跟肉片 下次如果你想要换一点不一样的料理 不妨参考看看 第九方见凯琳锦于巴黎采访报导